Hello大家好,我是雲 今天要來拍的是 教你鉗筆盒加介紹鉗筆盒 那這個是我以前的鉗筆盒 這是我要換的新的鉗筆盒 對,就是之前有介紹過的 那這支影片聲音 就是最近影片聲音都會比較低 就是有點小感冒 那這是我鉗筆盒裡面就是有點髒亂 然後我要先把這個打開 那影片裡面就說我最近也會用快轉的方式 那最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特別喜歡用快轉來拍影片 可能是看了一些人的影片 然後用快轉 其實現在是說我喜歡用快轉的聲音 我就覺得很可愛 然後就是很好笑 好,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好的,那這就是我們完整的鉗筆盒 那先把它打開看看 那它打開就像這樣 喔!海綿耶! 海綿! Scoosh! 好,沒事 我應該是海綿還是賣回毯 要賣回毯 難怪我會一直捏 但已經賣回毯 好 那它鉗筆盒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這裡就是 這裡還有一個袋子 然後放鉗筆盒的地方 我以為它是兩層的 好的,那我們就先把我舊的鉗筆盒 然後要放東西先把它拿出來 好的,那這些都是我要放進去的東西 再來還有一個這個橡皮擦還有筆心盒 那筆心盒我有很多東西 就是 那我筆心盒都是固定用這幾種 然後我的筆都是2B的 還有這種0.72B的 再來還有這個美工刀還有鉗筆 就是因為我拍過介紹 就是這兩樣 好的,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整理吧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把這些美工刀 先放進去 這個美工刀 然後還有 嗯 蓮子筆 比較常用的蓮子筆 那竟然接下來就是可以刷一買 就刷一隻底色的 也是無銅品的蓮子筆 這一次拿就把它再進去 好,對 再來 那再來就是放生筆 好,對 欸 它怎麼放這樣 然後一次也拿到這個吧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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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